这是本季收获最多的一网鱼 最大的一条少说也有十斤 足够拉拉队吃上半个月 自从前几天鱼网大丰收后 两人再也没有见过蛋白质 只能靠碱食浆果维持生活 凯瑟琳厄的胡子都不长了 但为了鼓励凯夹坚持下去 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 不停地外出寻找食物 许是这唯美的爱情感动了上天 今天的鱼网上挂满了鱼 凯夹赶忙拿起石头送走了它们 然后就是开膛破肚 收拾干净 准备美美地大吃一顿 而我们的孤狼乌拉 今天的鱼网也小有收获 虽然只是两条小鱼 但打打牙记还是够了 立即在河边清理干净 只需要烤熟就可以大块躲鱼了 结果生活的时候却出了纰漏 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但乌拉并没有放弃 她可没有小日子的野蛮爱好 吃生鱼片 再说来挑战之前 乌拉也是做足了功课 不仅强健了体魄 还学习了很多求生技能 小小的生火自然不在话下 更换了引燃物后 火很快就着了 烤出来的鱼那也是金黄酥脆 一口下去 鸡肉味嘎嘣脆 吃完一条再来一条 最后连骨头也吞了进去 有了蛋白质的补充 乌拉开始实施她的航海计划 用收集来的藤条编织出框架 然后再用防水铺包裹起来 忙活了大半天 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能不能浮起来 只有下水试过才知道 此时的水温已经零度 落水后很可能造成身体失温 为此她在来之前专门做过特训 在冰水里浸泡十几分钟 完全没问题 穿好救生衣 一切准备妥当 她推着法子开始试水 效果比想象的还要好 顺利地在水面上飘了起来 此时此景 乌拉忍不住高歌一曲 有了这个航海的工具 乌拉就可以把鱼网下到深水区 至于能不能吃上鱼 还得看老天赏不赏饭了 妇女队应该是目前最富有的 上次的熏鱼已经开始发霉 今天又收获了五条大鱼 为了彻底解决鱼肉难存的问题 瑞克决定打造一个烟熏柜 用石块一层层的堆叠起来 在下方留一个柴火填充口 鱼则挂在上层进行立体烘干 这样不仅鱼肉受热均匀 还不影响他们的其他工作 将几根树枝打入地面当立柱 然后中间用树枝进行填充 最后再用苔藓和泥土填补缝隙 一堵防风保温的石墓墙就完成了 但瑞克并不满足于此 受到熏鱼柜的启发 他决定在室内打造一个壁炉 这样方便取暖还能将烟气排到室外 在妇女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壁炉很快就堆叠了起来 点火试试 屋内瞬间暖和了不少 烟气也随着烟道顺利排了出去 忙碌了大半天终于能闲下来 品尝着烤鱼欣赏着美景 吃完再来套鱼家消消食 要不是我知道这是求生挑战 还以为这是来荒野度假的呢 不同于妇女组的潇洒自在 闺蜜族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鱼王里面总是空空如也 加上安斯特的手还负了伤 两人的处境也是够悲催的 要不是安娜一直从旁鼓励 安斯特恐怕早就回家想服了 虽然姐妹俩干啥啥不行 但她们的心态却很过硬 就算是淡尽良觉的穷框 也能镇定地躺在屋里 一边研究节目组的章程 一边思考着狩猎的对策 姐妹俩认为不能完全依靠鱼王 他们需要尝试更多的捕鱼手段 于是安斯特找来了一根树枝 制作了一根简易掉竿 安娜还贡献出一缕头发 做了一个仿生耳 只是这抛肝技术是真不咋的 我看想钓上鱼来有点难 在这场残酷的求生挑战中 大佬不断收获食物 大快朵鱼 菜鸟只能忍饥挨饿 食不果腹 挑战进行到第13天 闺蜜族两人就瘦得 裤子都穿不住了 在擦脸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颧骨分明 好家伙 这不比瘦身客好使多了 虽然来挑战前 两人不止一次 通过视频讨论 制定狩猎计划 但来到这里 连条虾米图没抓到 得亏地上的浆果没有长腿 不然两人肯定会饿死在这里 眼看离体检的日子越来越近 他们还真有些担心 会被强制退塞 另一边 乌拉为了能在入冬前 多囤积一点食物 开启了自己的航海计划 因为随着气温的不断降低 鱼儿都已游向了深水区 只有把鱼网 下到足够深的位置 才可能会有好的收获 拉拉队这边 自从有了上次的鱼货 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内部装修上 给庇护所打造了一个取暖的壁炉 闲暇的时间 凯佳还会来到湖边练习冬勇 要不是看到腿上的鸡皮疙瘩 我还真以为她一点都不怕冷 而凯瑟琳则不停地去检查鱼网 她希望能在体检前多抓几条鱼 挑战很快来到了赛典 节目组要来给选手们进行体检 乌拉相信自己完全没问题 刚刚还炖了两条鱼来吃 只是在收网的时候 差点掉进水里 把自己的脚给挨到了 希望这不会影响到她接下来的挑战 至于住豪宅屯粮食的瑞克妇女 更是不把这次的检查放在了眼里 闺蜜组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秤 结果却惊讶地发现 两人虽然吃得少 但是掉成并不多 唯一暴冷的是凯加这边 体重竟然下降了20多斤 看来东勇对脂肪的消耗还是很大 若是再这样继续掉下去 拉拉队很可能会被节目组强制退赛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这四队谁会被淘汰呢 锁定求索频道 下期答案揭晓